看看新闻榜 我们的节目 赢取丰厚大奖 首先让我们用 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六位来宾 欢迎你们 还有通过东方卫视 官方APP 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欢迎 冬天到了 就会有一些小毛病 自己来敲门 我叫他们实力病 那么当这些毛病 找上你的时候 可以通过一些 不花钱的小方法 来进行预防和治疗 那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X诊所为你解决 首先在场的六位来宾 问你们一个问题 冬天 现在你们正病着吗 这么多人病着 看来今天现场的病号 还真不少呢 首先第一位资深演员 赵佳琪 著名演员彭玉老师的二女儿 音频中又以前会坚强的 女性形象使人 代表作用 谁来伺候吗 穿越烽火线等 杨乐 柳彦池 互相知名主持 时尚达人 大家别看这一三位 外形亮丽 温婉动人 可身上的小毛病 其实不少呢 拍那个穿越烽火线的时候 有一场戏就是跑的时候 抱着一个三十多斤的孩子 日本鬼 后边追我 三十多斤 一下子我就扭了一下腿 然后就跪在那了 跪在那之后 针疼的汗就出来了 然后又挤着抱着他跑 然后又说张老师演得太香了 太多不喊咖 他以为是演的 他以为我真是在表演 然后实际我真的 真帅了 只要是天一凉 我这就完蛋了 您是来自这个哈尔滨的 对不对 对 你觉得哈尔滨和上海的冷 是不是不一样 两个冷 这是那种湿冷 从心里会冷 这种冷对关节更受不了 我是觉得 没错刺骨的那种 乐乐 哎呀这总是不舒服 是吗 那是心理疾病 今天不看着 我来上节目我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节目要对我负责 怎么了 上次我来在家节目的时候 把小脚趾摔断了 然后现在冬天来了 风每次吹过我的脚 那根小脚趾 都是最先知道的 这么继位的一个关节处 所以我就坐在这里 等一会儿医生要给我看看 我必须先对我旁边 这个女人说两个 现在特别红的字 什么词 讨厌 我们两个呢 就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就都是在冬天的时候 容易关节头 关节头 对 但是呢我比她大 对 她是因为年纪大了呀 是因为老的关系 就是我说完 这不是年纪大 就是我比她大条 她是小拇指先知道 我是那个心关节先知道 关节 对 关节 看来这三位变号 到了冬天 关节处都很敏感呢 接下来的三位嘉宾 可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方清卓 资深演员 影视界的开心火 万峰 曾经的电波路汗 生活里的国字典 那一位则是东风卫视 80后新闻主播于飞 这三位号称无疾无痛的嘉宾 到了冬天 真的就那么健康吗 刚才我有一匆忙 忘了举手 忘了举手 是有多匆忙呢刚才 我应该举两只手才对 要说到东北 要说到这个腿上的东北 会怎么样的含 那太多的疾病了 我记得那年我30岁 我排一个电视剧叫雪野 你想东北的大雪太大太大了 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地方呀 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根本就摸了膝盖的 在那个大雪原里走啊走啊 是 完了正拍着拍着 老百姓说停 他耳朵已经像猪耳朵那么大了 谁装呢 反正说一碰就掉了 你们别拍了 真的能掉吗 会掉的 会掉的 一弄就能掉了 那现在呢 方老师耳朵呢 现在我耳朵还健在 你确定呢 我看一下 看一下 真的啊 真的啊 还不在了 还不在了 本来一看膝盖就右腿已经得了叫 急性关节炎 就那么一次就得了 尽管我30岁那年 我每天讲 那个雪也得奖了 我个人也得奖了 但是我付出代价太大了 是是 就到现在每到冬天 还冷呢 还痛呢 秋夜落的时候 大雪还没下 他已经告诉你 我在这儿了 还有太大的伤害了 他先预告季节了 一定是这样 我们这个年纪啊 我其他病没有啊 我就怕得感冒 你怕得感冒啊 按理说感冒是小病嘛 经常看一些科普文章介绍啊 是啊 像你们年轻人感冒 不要看病吃药 我就不行了 我有时候一个感冒 能拖两个月 两个月 哎呀 是的 哎呀妈呀 真的我觉得听着大家讲 我觉得像我这么健康 我来上这些节目干嘛呢 哎呀 来那么帮他打辆车吧 变得好吗 我觉得不需要上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个故事 因为我原来呢 从事过体育运动 篮球运动员啊 扣篮特别好 可是现在就发现 这个确实这个膝盖啊 嘴上蛮大 你也有个职业病在这呢 对 所以一到冬天 有时候就会突然一下子 这个腿啊 向后来 对啊 不是不是 抽住了 突然一下这个腿 就没有办法把它伸直了 哦 就会好像里面有什么变术了 明白 好 看来冬天一到 就会有些小毛病自己来敲门了 那么面对这种小毛病 我们不花钱解决的方法 是什么呢 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 我提名他的抬头啊 这位专家 是全国明老中医学术继承人 中国针灸学会的理事 上海曙光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 沈卫东教授 掌声欢迎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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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卫东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蜀光医院 针灸科主任医师 上海市中医领军人才 他擅长筋药结合 治疗颈肩腰腿扣 内分泌紊乱 痛症神经损伤 以及亚健康调理 今天他就来告诉我们 如何通过最实用 最简便的日常保健方法 远离冬日里的小毛病 刚刚我也听到 这里好多 关节 感冒 对 这些嘉宾 很多疾病 在我们临床是非常普遍的 不用吃药吗 这些疾病 很多人患了病就想吃药 对啊 那对我来说 吃药要比较慎重 对 不是什么病都一定要吃药 对 更多的是需要自我保养保健 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大家 一小方法 不花钱 治愈和缓解一些疾病 说到不花钱 不是说什么都不花费 你不花钱就要花自己的精力 我们可以用中医 针灸经络 穴位 来给大家治病 但是要注意 穴位也不是什么穴位 都可以通用的 对吧 要针对你的疾病 针对你的症状 选择不同的穴位 要打得准 好 我是某种疾病嘛 这样打我真的是 刚刚那个沈教授跟我们说了 要花时间在自己身上 对不对 还有一点 要花时间看X诊所 因为只有看了X诊所 你才能知道正确的穴位在哪里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节目当中的健康金字塔 一起来看 动出来的毛病 有些人需要警惕的 被冻僵的关节 刚刚大家都说了 冻僵因为拍戏冻僵了 冻僵了 冻僵了 一提到这个关节痛啊 大家都会提个小道是 膝关节 对不对 那说到膝关节 刘彦池 你看今天那么冷的天 穿个短裙就来了 平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大冬天的 光两个大腿都出来了 是 是的 是这样了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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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我说一下 我们那个哈尔滨女孩 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 大冬天就在那儿掉皮 然后别穿一个皮的短裤 或者是什么小裙子 下面穿着丝袜 然后穿一个高筒靴 确实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 对 这个膝关节到了冬天 知道会痛 但是还是要超超短裙 对 有危害嘛 实际上膝关节冻出来 不一定是冬天冻出来 所以夏天也会冻出来 对 很多人夏天宽了非常耽误 或者膝关节不注意保养 一吹空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但是冬天这样的情况 在上海这样的地方 比北方更容易影响到膝关节 之后现在我发现 我有小小的变形 经常不得劲 尤其是蹲起的时候很费劲 你说我还能好吗 是这样的 膝关节病啊 它是一个慢性的进展 像方老师 他本身肯定有一个外伤 当时治疗可能会好了 是 看看症状解决了 但是可能还会 有一定的后移 没有完全解决 那么随着你年纪到了 他可能又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不可逆 只要膝关节曾经受到过损伤 就不可逆了这件事情 你说你能一生长吗 啊 膝关节的损伤居然不可逆转 所以对于那些冬天里的老寒腿 还有那些要风度 不要温度的爱美女性来说 你们的膝关节 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 开始发生变化了 接下来 沈教授将教大家一套自测方法 让你时刻关注自己的膝盖健康 我们现在发现 临床上发现很多病人 实际上从他的肘子上 我们就能发现 他膝关节有肘子 就是暂时上 膝关节就有问题 好 接下来 在场的六位当中 谁愿意来到我们现场 让我们沈教授来帮你们检测下 你们目前的膝关节适合健康 有人愿意吗 叶子 好 余飞 还有赵佳琪 好吧 来 有请三位 欢迎 三位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 来 帮他们自测一下 我们现在首先看大家脚和起病龙 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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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世界小姐的战斗吗 这个病龙是什么 我们要注意 我没有 我要独立的病龙 因为我很怕我翱翅腿 好 好 从该基本形态来看还是可以的 都可以吗 对 你不是跟我们说 走路的时候 对啊 就能看出这个人膝盖是不是有问题 对 赵老师 没事 走两步 没关系 走着走着就有毛病了 来 准备 开始 赵老师 你又真的这样 你又再断肩子呀 走回来 走回来 这是活泰步吗 让我们好有压力 这下我相信赵老师 还是比较注意的 你现在习惯节 还是自我保护的 还是可以的 两个腿的走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均衡的 这点很重要 来 彦池 您走直线 好吧 走直线 这样镜头会比较多 我们再多一些 好吗 请注意 请注意 谢谢 请注意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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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回来 能看出有问题吗 还可以 我们这两位啊 实际上还可以 至少现在不是一个 关节的发病期 就没有到病入膏肓 对不对 明白 入座 我觉得 我觉得不对 这个 你把椅子卡住了 也真是够厉害的 真的是 这个就不能按摩托入座 对吧 对 自然 自然 平常怎么走 就是怎么走 是是是 来 准备 好 开始 最好别背 总走走走路 我就背着这墨 对 你不要走路路了好吗 略僵硬 他晃 他走到 走到这个时候晃 一飞啊 你是有一个问题 我要提醒你 你再走你自己看你的脚 完了完了 你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吗 有点外八字 不是 你两个脚的 外展的角度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血关节病啊 很多病人发病的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两边的角度不一样 因为一个脚有点外旋的话 你两边用力就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走路的姿态不一样 两个脚你说就完全有 同角度的走 行行 不太可得 但是你要训练 如果血关节不好 你要注意保护血关节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两个膝盖啊 外展的角度要相同 否则你两个力线不一样嘛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走路要注意姿势 方老师来走两步 我们来看看 方老师你走两步可以吗 这是我的弱项 我腿不好 是吗 我腿不好 我就按正常走吧 正常走 我也没有特别的力量 别控制啊 别控制 这是外面 转觉再往前走 现在我开始控制 好 准备 等一下 我准备是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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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路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你发现一个最后的问题 我走 这个来 罗拳头 是吗 笑的时候缺带 不是 我就按正常走 我走路不好看 我不知道 方底 你太出问题了吗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的嘉宾实际上呢 他现在啊 并不是一种病理不态 首先我现在看来 都不是一种病理不态 不是一种强迫体位的 比如说你关节非常痛 我走路要有姿态改变 不是 我们现在看的是 你生理不态到底怎么样 就是你现在走了 我再走一遍 不是 我说你现在走了一遍 没有再让你走一遍 方老师 方老师 我要正常走 方老师走开你了 我建议你上去 我先上去 我先上去 我要错了 我要看 上楼梯啊 正常的 我要正常的 不要想我在路线 对 不要想我在那里整索 对 上楼梯 上楼梯 你看 快点 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那妈的重心还是会偏移 对 对于一些膝关节 有严重损伤的人来说 日常的站姿和走姿 其实都会在不经意之间 暴露你的关节健康状况 然而对于走姿良好的人来说 你的膝关节 也未必真的健康 只是关节处的微妙变化 还未显现而已 那如何能做到 未病先知呢 接下来 我们的沈教授 还将推出 另一套检测方法 让你可以第一时间 感受到膝关节的 刺伤信号 赵老师这个膝盖 肯定年轻的时候 承受力量比较大 你看 这都承得出来 还穿着袜子呢 对 整个膝盖比较饱满 你发现吗 你先看你的膝盖 那是因为我比赵老师瘦呀 这样聊天真的好吗 你觉得这样的是 实际上 比较两个膝盖的形态 是有一点差异 这样的看法 对对 如果你的饼骨手上的话 我们请两个学位 你会发现有区别 这我们叫内外细眼 内细眼 外细眼 好 还有呢我们可以请独鼻 独鼻子就是那个冰骨的上颜 对 还有冰骨的下颜 这些学位如果按下去 是什么样的感觉说明 有问题了 如果你很痠痛 如果你很这种感觉 和两个脚比较有差异 那肯定是有问题 我是到冬天这个就觉得寒 然后寒痛 还有一点你可以活动 看你的脚的关节活动 它会响的 您把手放在这个位置 你以后要什么话 要把这个手搭在这上面 对对对 你转的 我这儿会响 你自己放 它就不会 真的耶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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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是 实际上有个韧带的模式 有 有 各大各大各大 不要紧 不要紧 这边就没有 这边就没有 这位美女请注意 你怎么检测 我要怎么样放 才比较继续呢 怎么感觉 你这这样弯着我怎么看 又是西小姐吗 请你注意 这样吗 就放平好了 我们一般性呢 就是内外戏眼 和接下来呢 这个鹤鼎 还有呢就是冰骨下肢 痛吗 痛吗 没感觉啊 没感觉 对 没感觉是好对吧 那请把甲肢拿掉好了 但是 没有感觉 罚步了吗 是 这个膝盖和它 还是有点差别 就这样一个 这个大一点 对 这个膝盖有点 稍微有一点点 实际上不是大 实际上是它的位置不好 是太胖了 不是位置 位置不好 有些人还不一定是前鱼 有些人啊 这膝盖在后面 比方说这里 哦 这里又 啊 这里很像 有点痛 这里痛 这里痛 是你随于阳气有点虚不断 所以我们 我身子有点低虚弱是吗 嗯 虚吧 不是什么好事 不用那么高兴 好吧 这事情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观察 两个膝盖的温度 两个有差异 一般来说 它这个脚如果受伤 或者说有点问题的脚 温度会高一点 或是会高一点一点 高了一度两度 那么受过伤的脚 反而温度高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 慢性炎性反应过 对 它会有点热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治疗的 哦 沈教授告诉我们 通过对两个膝关节 大小的对比 伸展状况 温度的差异 以及感受内外吸引 和病骨上下炎的伸展感 您在家也可以轻松检测出 膝关节不易察觉的 轻微变化 防范于未然 那若是我们的膝盖 已经发生了损伤 我们又该如何 在日常养护它呢 今天我们讲的 是被冻僵的膝关节 是 主题是寒 寒我们怎么说 寒则热之寒 所以膝关节的保护 热或者说不受寒 是最主要的 保暖 对 保暖 那么保暖的方法非常多 比方说现在有 我相信 你也用过护膝 尤其是稍微有点年纪的 或者你有些关节损伤的 用护膝 尤其在天气变化的时候 用护膝非常重 那么如果你觉得 你是一个 老寒腿 老寒腿很难弄 相信我们在座各位 还没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还是推荐 可以用点 现在的高科学 比方说我们用 远红外的护膝 它是一个 远红外的材料 不需要插电 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吗 对对对 它是一种矿石介质 还有一个自家热系统 两红外 你包上去了以后 敏感的人 过个五分钟十分钟 就会热了 哦 你可以试试 包呀 试试看 试试看 我要包得紧一点 甚至于这地方还会出汗 还会出汗 但出汗呢 你非常要注意 要赶快把它擦干 这个热 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能够热起来 不 它这个热 实际上它是吸收 你本身的发出的热 哦 通过这个矿石作用 它就局部 就有点升温作用 这个对于 对于保养是非常有效的 但如果 像刚才方老师 我突然疼了 我觉得很寒 我又温暖一点好 那么现在有很多方法 我最简单方法 我们现在可以用说 生物加热的方法 生物加热 今天你有带来吗 我们带来一个 黄豆袋 哦 黄豆 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过去颈椎病治疗的时候 用过黄豆针对吧 热 黄豆加热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国外曾经有这种谷物加热法 他们觉得用热水在太烫 那么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拿那个炒籽的 炒的石 要带壳的 或者就是我们的倒骨 但是没有脱过力 带壳的 就是带壳的骨 放在做一个这样的带壳 接下来呢 你要用的时候就喷点水 放转一转 或者就是放在微波炉里面的时候 旁边放一个小碗 或者小杯子就放水 哦 这样呢 这个就不湿了 对 今天我们先来操作一下好不好 我们现在放进我们微波炉的 是一个黄豆枕 然后呢还有一杯水 沈教授推荐的生物热敷 黄豆袋 其实制作非常简单 只要将未脱壳的倒骨 槽子 黄豆之类的骨物 放入棉布袋中扎紧 再与半杯水 一同放在微波炉里 高火加热两分钟即可 对 在加热的过程里 我的腿热了 热了吗 热了 台下感受是什么样的热 刚刚我还是跟赵老师 有点湿的热 我的腿 有点潮潮的 但我觉得现在因为可能 刚刚开始初期有点热 所以还就是 不是很热 不是很烫 但这有感觉了 对 有感觉了 很舒服 对 我觉得人基本上喜欢 这种温热的感觉 所以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特别舒服 来 感受一下这个温度 舒服 那个温度很舒服 舒服吗 这个哪里都能用 这里耶 肩膀 很舒服 很舒服 实际上黄冬带的腹 实际上就对于 你比较 在冬天 觉得比较寒的脚 或者你的夏天 比较受凉 但冬天还没表现出来的 可以用这个 这个有一定的治疗 这跟我们刚才说的 还不一样 这个热量更大 它这个是外圆性的热 刚才是你自己的反射 那是慢慢的 感受一下 这个就这样附在上面 好舒服啊 哪个舒服 我觉得这个 因为这个很直接 它靠到你的手就有这种感觉 对 而且这个它是一颗粒的 还有点按摩的感觉 可以按摩住 你稍微揉一揉 实际上是对你局部的气血 起了一个推训 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对 赵老师您试一下 放在另外一个关节那里 膝关节 其实我之前我用过一种石头 那个是什么 石头 石头的一种石 就是做这种 也是这样的 对 就特别是这样 这种会不会更舒服一些 你觉得 我觉得豆子更温和一些 更温和一些 对 石头有点热的 石头它会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所以说一开始很烫 接下来凉得比较快 这小小的黄豆袋 是不是又简单又实用呢 更重要的是 它可比我们日常用的热水袋的热力 更持久 还有一定的按摩功效 特别对于那些一到冬天 老寒腿就反复发作的 中浪年朋友们来说 黄豆袋绝对是个护膝法宝 刚才我们聊了 在冬天要注意的是膝关节 那么在冬天 还有其他的关节处 我们需要警惕的吗 冬天寒冷 只要对整个脊柱 都是需要注意的 尤其是暴露在外的颈椎 所以冬天颈椎病的发病之间 也是蛮高的 我们问大家好 在冬天颈椎会特别不舒服的 有吗 好像一直都有 对 是吗 是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一定要痛才是有病吗 不是对吧 不是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头特别重 对 然后这个脖子 那是因为头大吧 刚才我看赵老师实际上 我发现你颈椎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的颈部的活动 你看他就比其他的要小 尤其向左侧转的时候 他的幅度比右侧小 对 我不疼 我是受过外伤 受过外伤 受过外伤 你还说呢 直接刮得这么疼 就直接躺到地下了 你实际上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多 我们很多病人到我们这里来 实际上他追问病史 都是有一个车祸 一个急刹车的理事 一个撞击的理事 他的颈椎有个甩辫样动作 所以颈椎就出问题 就比较多 那么还有呢 就是长期服务工作的 他有的时候颈相机比较疲劳 对吧 他有的时候呢 就逐渐逐渐会演化成颈椎不好 那么这时候 如果你再受了寒 就容易导致这个颈椎病 颈椎病 颈椎病我想起来了 还影响四肢 对 我好多年前就是感到 我手支头麻 小手支头麻 中指麻 无名指 我倒愿意看 医生说马上照一瞬 看照颈椎 一照肯定有一肩 有一肩问题 冬天一冷 就这一片左边 我们来看看 路易了 如果在这一块 这个地方 一定在肩胛骨以上的 这个地方的板子 这个地方板子 都是颈椎病 都是颈椎吗 几乎都是颈椎 你还有更讨厌的是 你根本想不到的 比方说脊椎颈椎病 像车祸了以后 脊椎受到影响了 比较可怕 很多人身体不死 浑身这个 比方说半身的感觉 运动都会有影响 所以颈椎病 是要非常注意的 沈教授 这样子 你目测一下 或者我们走近看也可以 六位嘉宾当中 您觉得目测下来 谁的颈椎 也许有些问题 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个了 一个 还有吗 我们应该进去看一下 实际上我看颈椎的 只是看一部位置 很多颈椎病 在一个位置 是有明确的表现的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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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等我看到不好了 我就跟你讲 他好 那你就别看了 你来看过我吧 可以按摩一下吗 刚刚看 刚刚那两下挺舒服的 乐乐 看看乐乐有问题吗 她有一定小问题 有一定小问题 她怎么了 她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点筋结 你看 稍微高一点 凸出来是吧 她还可以 她要注意保养 这是锁鼓 锁鼓在前面 锁鼓在前面 这锁鼓在前面 这锁鼓在前面 我们所谓的大锥穴 大锥穴是 猪羊智慧 所以这个地方很能反映问题 很多颈椎病 境界就在这里 所以它是很严重的吗 它很 它轻 但是它是要保养 赵老师的保养 对 你看赵老师 这一块就明显 咱们再转一下 像这里像一坨一样 赵老师 你这个还是可以治疗 你要想办法 如果这块东西没有了 你就觉得颈椎就轻松了 这样捏一下 你就会发现硬 硬的 你在摸摸这里是软的 对吧 对 它有很大差异 那它也有一点 也有 你过来看 而且它是在 它是在下面 你看 你的手摸下去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里 摸去也有 也有 但是 受过伤 被别人砍 而且你这一块比较硬 被人砍 对 这个人都看错 好 剧中的男人看错 万芬老师呢 实际上呢 跟他们不一样 他的位置在上面 上面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看 你来摸一下 不不不 你瞎见什么你 你拿一个手指 拿一个手指 真的 这里有个机器 对 它这就是清觉不通的 这种表现 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 治疗方法 让它打得高 觉得你可能头有的时候 有点压的 我的 或者是重的感觉 明白 来 鱼飞 鱼飞还可以 但是下位的颈椎 可能不好 整个颈椎收 也有点偏了 哇 在场的嘉宾 竟无一信念 都存在或重或轻的颈椎问题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跟着我们检测起来吧 后颈部有节节 或大椎悬附近肌肉颈封 这都是颈椎问题的先兆 如果你不幸中招 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锻炼方法 你可千万要认真学哦 实际上颈椎呢 最主要是自我保养 嗯 我们平时说的颈椎病颈椎 我认为不是病 是一个不舒服 不舒服我们就解决一下 嗯 解决呢有很多方法 最简单的是 米字操 对米字操 米字操 怎么做知道吗 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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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天这么做 1 2 3 你那不是米字万老师 你不要等下 我我我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 杨乐你会说 我知道 因为米字操嘛 一定要写米字才可以 就是话 1 2 3 4 完了我觉得特别不行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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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1 2 3 4 你不跟我一样吗 你一样啦这就是 实际上刚才呢 万老师 乐乐做表演的都不错 嗯 他们做的是一个 表演 表演 为什么是做他们表演呢 如果你经常这样做呢 要闯祸了 哦 为什么 太快 哦 没有没有我做的慢 这是我刚才为了节省时间 但是要一定要记住要慢 好慢 第二呢 实际上米字操怎么做法 就是拿你的笔尖 然后笔头 笔子我们叫准头 当作笔尖 来写这个米字 米字 但是一定要很慢 1 2 3 2 2 3 4 4 5 6 6 来 重新开始啊 预备 开始 1 2 3 4 5 6 这里面呢 乐乐呢 是草书 草书 飘逸的草书 那个我们万老师的历书 历书 历书 这么漂亮的 各人都不一样 没有约 而且非 对 这个对于轻症的 是比较有用的 对比方说我们方老师 或者赵老师呢 我们可以提供你另外一种治疗 另外一种 年纪大的人 可能旋转的太厉害 太吃不消 是啊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相部肌肉的训练 达到你的治疗目的 我们就教你一个叫 对抗治疗法 对抗治疗法 我们怎么做呢 实际上就是利用 你自己的力量 做一些颈部的肌肉的训练 非常简单 比方说我相部肌肉比较松弛 我必须要训练我的肌肉 怎么办呢 你就把两个手叠起来 放在你的额头 用力啊 头向前 但是手向后 保持这个头不动 对抗 这叫尽力训练 你不动的看 就头用力往前 手用力往后 明白明白 明白了吧 明白 这里会晕吗 不会 对了 这个叫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好啊 维持过20秒钟到30秒钟 当然 接下来第二点 你手放到脑后 对 脑后 再来 可以锻炼你颈部前部的肌肉 用力 我就不会了 这怎么弄啊 头要用力往 手往前 手要用力往前 对吧 这是第二个动作 自己跟自己抵抗 第三个动作 一个手撑在自己的涅部 头往侧 手往前 对不对 整个手撑的 整个 这对你的一侧的肌肉 还慢慢好好想想呢 手是推的 手是这样 不然 头是这样还是一个正的位置 对吧 手要正 你头用力往那边 你头把用力往这一边 我手用力往这一边 对吧 这样呢 对 反过来一样 用整个手掌压着 这样一来 你颈向部四个方向的肌肉 全得到锻炼 好不好 这样就会晕 我会晕 来 各位复习一下好吧 一路四节操 四节操 来 预备 第一节操 开始 好 第二节操 开始 好 第三节操 开始 乐乐 就你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请注意 没有 乐乐是在那个 做做的 好 第四节操 开始 她没有用力了 不要表演 不要表演 我跟你说 你带着表演更容易记住 你怎么样才能记住呢 是 我看不见 我管不着 让我好好想想 我想不出来 好 我想不出来 什么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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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操都有了 最佳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游泳 游泳 因为你游泳必须要抬头 对 你不抬头 你怎么能呼吸呢 对吧 但是我们呢 没办法一直去游泳 游泳啊 游泳受了很多条件限制 那么就要一个动作 是可以不受限制 又能够锻炼项部队 想学吗 想学 沈教授要教我们一个好方法 来针对我们的颈椎 我们这个动作实际上是非常简单 我需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看到 猫和狗有没有颈椎病啊 谁知道啊 他不说话 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啊 他们头转得这么快 我们为什么转不过他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爬 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动物都是爬行动 对不对 它的脊柱是不承受力量 我们人啊净化了 直立了 站起来 所以说腰一直出问题 对 这个头颈一直出问题 对吧 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学一学 爬 对 那什么爬有特点 不是你一趴着爬 屁股觉得老高 那不行的 对吧 你们爬的时候要保持脊柱的水平 就是四肢脚低吗 但是你膝盖有曲 这样才能保持你的脊 你看到 膝盖有曲 膝盖弯曲 然后手撑着 就平时 往腰上来 对 对 然后呢 趴下 这样 手在前面 膝盖不行啊 膝盖要起来 脚 对 这样的吗 这样你的头不是就抬起来了吗 这个真的是很丑 膝盖要太丑 好吗 乐乐我们家的难度 我放了一个碗里面没水 放了一个碗在你这儿 好不好 不要让它掉下来 好吗 来 我们预备 往哪儿吧 往哪儿吧 往前往前吧 不是 我突然没有方向了 看 四十对吗 四十对吗 不难看 不难看 也可以脚 两个脚分开 也可以 你脚分开一点 可能会更舒服 脚分开一点对吧 对 脚分 两边脚分开 脚分开两个脚分开 膝盖 膝盖不能着地吗 膝盖不能着地吗 膝盖绝对不能着地吗 膝盖绝对不能着地 膝盖绝对不能着地 完小心 完小心 可以了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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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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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颈椎病非常厉害 什么方法都知道 坚持这个 后来就坚持这个 好了 训练了 天呐 可以吗 要把他多长时间呢 来 方老师您姓吗 不行 不用勉强 没有什么不行的 膝盖部长不要抬起来 然后腰 腰是平行的 这垫子麻烦 我感觉每一步都很沉重啊 她的膝盖绝对 快点 不容易 不容易 我可以的 我动不动不动不动 对了 对了 对吗 但腰还是不平 膝盖 膝盖 小心 膝盖 慢慢的 小心膝盖 慢慢的 小心膝盖 膝盖要这样 太高了 太高了 膝盖应该再弯一点 这样 小心膝盖 对对对 这很难的 膝盖是不行 头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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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更难的 太难了 小心 膝盖不好洗 膝盖不好洗 膝盖 谢谢膝盖 谢谢膝盖 来不来吧 来来来 试一下 其实膝盖无所谓 就关键是你的颈对 头抬起来 头抬起来 那你来一个标准的 标准的 来 体育学院的 注意 好 膝盖不能找你 两个脚还不错 抬起来 抬起来 这是个大骆驼 这是个大骆驼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空间还是有限 主要是再长一点的话 对 要长一点 对对 余飞 你刚刚坐在动作的时候 身上有风的感觉 过去啊 我们中医啊 经常模仿动物的 五行戏嘛 对 五行戏等等 都是实际上模仿动物的 实际上动物可以给我们很多奇迹 对对对 可以让我们回归到自然的状态 对对对 沈教授一个问题 要不要追求快呢 不 不要追求快 实际上要追求你的头要抬得起来 但是这样的爬对 腰椎也非常好 对对对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项爬行运动 不仅针对颈椎 更对冬天被僵化的一整条颈柱 都大有好处 我们不妨再复习一遍 这爬行运动的动作要领 脊柱保持水平 下肢曲曲 头颈上扬 沈教授再次提醒 运动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可一定要量力而行 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健康 聊完了冬天的关节控之后 那么在冬天 还有哪些小毛病会找上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健康金字塔 一起来看 更多人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 寒流当道 咳喘来袭 冬天到了会有感冒或咳喘有吗 去年就整个冬天都在咳喘 而且治不好那种肝咳一直在咳 我是觉得那个到冬天之后 晚上睡觉的时候正睡得突然 咳喘不行了就 我就坐起来赶紧喝两口水 就是那个咽喘 最可怕的是 当你在演出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在拍一个电视剧 叫蹦川姆的 我演大太太 有一场戏是大场面 当时我的嗓子眼就开始痒 因为止不住的咳嗽 我就开始掐我自己喝咳 让我分散掐 掐实践掐 掐到自己手都掐木了 可是还想咳嗽 我怎么办 我在实践人家笑了 我还真的憋得 再待一会儿眼珠子就要冒了 你能处理到那个 一点都瞎说 眼珠子都要冒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意思 实际上冬天感冒 咳嗽 这情况发生还是比较普遍的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空间比较密闭 空气之类要差 第二种就是冬天的时候 人体的整个的肌体免疫力会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 你更容易发生喘咳的现象 你知道我妈一直跟我说一件事 她就说冬天千万不能感冒 而且不能忽视感冒 因为感冒闹得不好 会得肺炎 肺炎会自然的 年纪大的人感冒非常容易 你感冒了以后 免疫力下降了以后 那就肺炎的几率就提高了 对 所以小孩和老人特别要注意 据说关于这个肺炎 我们有个统计的表 是不是 对 75岁以上的老人肺炎的发病率 非常高 尤其是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的老人 那是感冒肺炎是他的致命的原因 现在我们医院里面 很多老年人 他可能生各种各样的病 但最后 他的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可能就是一个肺炎 所以老人小孩 在冬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别感冒了 别咳嗽了 对不对 不要得肺炎 原来感冒引发的肺炎 是老人和小孩冬天里 高发的致命性疾病呢 大家可千万不能忽视 那么在这个冬天里 如何有效的预防疾病 将感冒扼杀在摇篮里呢 预防感冒的三部曲究竟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条 封住最容易受封的门 是哪里呢 封瓷穴和封驰穴 封驰和封驰 我们考一下大家 赵老师 这两个穴位 您认为在哪里 封驰穴在这儿 耳朵后面 对 图示就在这个位置 封驰 封驰 对 然后封腐穴就在这属地 这就是鼻子 赵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 是吗 实际上封瓷穴 大家要看着这颈部 颈部在这个地方 颈部这里 沿着颈部往上吹 有两个凹道和凹陷 凹陷 而封腐穴非常简单 就在两个穴位当中 人也这么多 可是我一直是封住的 因为你看我头发这么长 我一年自己封住的 你发现吧 如果你睡觉 你头发是湿的 你就容易着凉感冒 一般来说 这两个穴位 你要注意 就是不要对得冷和地吹 所以我有时候吃饭 那个空调如果在我上面的话 我就特别忌惠 而且吹在你的颈项部是最危险的 而且今年给你们 推广一个最时髦的 一年不流行为微博了 流行为毛毯 有一年还流行那个斗篷 上面戴一个帽子 然后直接兜住眼 那又是小红帽 然后这样的话 整个后面都被罩住的 还有赵老师经常披的披肩 因为他来自那个哈尔滨 赵老师的披肩 赵老师的披肩 但是也有一点用 有用吗 它叠起来用 因为你要凉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的 叠起来可以 是可以当围巾的 然后你想臭美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在身上 尤其穿颜色浅的衣服的时候 可以搭一下浅 所以女士在冬天 有这样一块披肩 不仅美观 同时还有保护我们 风浮穴和风驰穴的作用 对 特别有用 防止我们受外风 斜风的东西 好 明白了 我们来看第二条 提高正气 究竟是什么穴位呢 3 2 1 1 百慧 我们知道 百慧穴和大椎穴 是我们人生的大穴 百慧穴在哪儿 问问大家 两个耳间 连上 中间 那个是百慧穴 那么你怎么能够 把这个穴位定整呢 除了两耳直上以外 你要沿着头当中往后摸 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浅的凹陷 有 我有 有 这个凹陷是百慧穴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你感冒 我教你一个最简单方法 去洗个淋浴嘛 淋浴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水要开到 你能承受的 比较热 最热的水 比如说这是一个联盟头 我演示一下 洗澡的时候 不用演示了 就是不用演示了 然后联盟在这儿 先是这样冲这一块 对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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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以后头觉得热了 热了 从这些热到一点眼开来了 那么你接下来再往后 冲大部分 冲在大椎上 如果你把这个冲热了 你感冒就好一大半了 真没想到 只要找准百慧 大椎 两个血位 洗澡也可以预防感冒哦 这种方法对于感冒出击 有味有效 除了洗澡 沈教授还告诉我们 家里还有一件常态用品 也可以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那就是吹风机 我们首先要定一个位置 那么如果赵老师转头 我们用一个手指就能够转出来 这是大椎穴 那么你吹要见紧的 而且最好用个手在揉 那么你就能体会出它的温度了 什么样的感觉 从颈椎开始 然后往下开始 一点一点的就是慢变开了 就整个身子就慢慢热起来了 就觉得非常舒服 好 这个大椎穴是这样的 那我们百慧雪 来 尤其我们的晚风老师 百慧雪呢 它地方呢 你不要 你手要放的 它热的就放好一点 或者你就开始松脏 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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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不烫了 有点烫 不是烫的 是是是 待会儿头发吹消了 他因为现在呢 他是没有疾病 如果你生病的时候 你这吹着肺吹 如果你含的时候 对 都是那个时候 所以打个吹 其实你着凉的时候 你这个耐热性 就会有好一些 你说热气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会觉得 这一块特别凉 有一次在东北拍戏 就是在那个雪香一带 拍了一整天戏 就冻得 就从里边外就冻透了 回去之后 就像那个 我们教授说的那样 我站在那个水楼的底下 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就是想想暖过来 就一点一点的 就是开它那个热量加大 然后就觉得从头 一直到今天开始 一股暖流 真的一股暖流 然后心里就 舒服了 踏实了 慢慢地一会儿全身出汗了 含气全逼出去了 特别特别的 特别好 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白灰色 穿下去 明白了 好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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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律外鞋 究竟是哪个学位呢 先考大家 竹山里 是足底那个泳泉靴 可以跟着嗓子这儿吧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部位 心口 这儿 心口 心口啊 对 刘烟池 我不说 因为我觉得总归都是错的 我说的 挺有自知之明 你知道吗 究竟是哪个学位 我们一起来探讨 来 三 二 一 银香穴 银香穴 你看吧 你看吧 我没说 她们都说错了 一比一两边 不得了 银香穴在哪儿 银香穴非常简单 比唇勾 你看 这叫法令纹 法令纹 对 她抠出来了 你看 这样就非常明显 就像这个 非常明显 算我年纪 没办法 那么这个学位呢 每天去揉 你揉三五百下 一般性 差三到五分钟就开 对 你预防感冒 预防鼻炎 效果非常好 对 接下来让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健康金字卡 一起来看 冬出来的毛病 全民都需要警惕 对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推出的 重磅精知 冬季控制 三高不容易 有三高的方老师 你怎么知道方老师有三高 你想呀 我现在 高学历 高收入 对不对 高盖糖 好啊 三高了 不是这个啊 比如说雪糖糕 冬天呢 因为这胃口比较好 对 吃的东西比较贪婪 一吃的时候 血糖不容易控制 对 实际上冬天啊 三高是发病率比较多 为什么呢 它主要还是和天气寒冷有关 对 大量的高蛋白 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 对吧 大概要比夏天要高得多 第二呢 冬天呢 由于室内外温差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血管输缩功能 如果不好的话 就容易出很多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冬天心脏病 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 还是比较多的 对 所以冬天是不是老人家 特别要注意 对 你知道这个脑出血 脑梗是什么时候 最容易发吗 半夜 一定是夜间 可能是凌晨 凌晨 18点 半夜吧 晚上不要吃咸菜 不要吃咸菜 因为咸太咸了 血管就堵了 大部分的脑梗 都是发生在饭老师 就是在凌晨 三五点钟的时候 但是 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 一个是你所有的 机能是最低的 你的血液循环 也是最慢的时候 最容易发生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晚上 你看到很多病人 晚上吃了饭 或者还没吃饭 他倒下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 人的血压 心率 都开始滴下来的时候 他就有病 现在看到很多老年人 一直去成练 从我们中医来说 这个呢 还是欠头 我们认为呢 冬天要锻炼 可以吧 可以 但是要必带成功 一定要早睡 晚起 对 必带日光 太阳出来了 就去了 对 这是才顺应了自然的规律 对对 我们主张早上醒了以后 必须在床上待上几分钟 让自己有个适应过程 再一个五六分钟 是是是 所以否则的话呢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据权威调查显示 全球每年有1600万人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占总死亡率的50%以上 随着冬季的到来 心脑血管疾病 又进入了高发期 所以沈教授特别提醒 三高人群在冬天 不仅要特别提防 一天之冬 脑梗发病的磨碑时间 更应该通过一些手法治疗 用于辅助药物 巧控三高 我们还是主张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 一个呢就是要 按时服药 在此之外 你们还是需要做一点保健 所以我们介绍你一些 绿色的 无创的 非常有效的 穴位的治疗方法 能解决你的一些小问题 第一个呢 控制血压 在我们中医里面 用了一组穴位 叫四关穴 听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是四个关 而这个四个穴位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首先有两个穴位 大家非常熟悉 叫和骨穴 在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单用和骨穴 我们中医来说还不够 它还不能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 那么就是什么 用个 太冲穴 就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 大拇指之间 你这样推 推到一个两个骨头缝 是前面 这有一个叫太冲穴 我们通过这个学位 能够迅速地降压 高血压 一个是和骨穴 一个太冲穴 那我们按摩的力度 有讲究吗 你只要自己能够承受的 微波酸胀这种感觉 看电视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 用个三五分钟按压一下 就能够 维持你血压的平衡 对于非常高的血压 它有 辅助降压作用 那高血糖是哪个穴位 大家知道 一线分闭一叶 对血糖影响的 我们用的一个穴位 叫移书穴 移书穴在哪里 是在第八个胸椎 那第八个胸椎 你说我不会定呀 怎么办 你就把手锤下来 摸到肩胛最下面 这是七 平这个 这是七 那么七 这个有一个椎的 这是七椎 是 那么下面一个椎 叫第八椎 你平了这个是七 下面一个是八 八下面呢 还有旁开 我们综艺的时候呢 是一点五寸 这一点五寸怎么定呢 你把肩胛骨啊 它有拉根线下来 这里呢是三寸 这么一半的位置 中间 一半的位置 你就是按在大概这个位置 你会知道糖尿病病 有的时候按下去 会有酸胀的感觉 这两侧都有 对应的 有两个移书穴 对对对对 这样的 方老师 方老师 您下来 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沈教授 帮你找这两个学位好不好 这是实际上呢 这个移书穴也是蛮好找的 我们是第八胸椎 第八胸椎我们定的 你看啊 肩胛骨 从这里转过来了 那么这里呢 这是肩胛最下点 嗯 最下点呢平的是七 这是七 然后再往下挪一个椎 大概在这位 这是第八个胸椎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多少 旁边多少呢 你摸到肩胛 你看这里有个肩胛骨 是 肩胛骨内侧源 往上拉一根直线 嗯 现在才有一个感觉 有感觉吗 有感觉吗 现在 有酸的酸的酸的 对 现在找到那个点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我知道 我马上上西主线画个点 再 好 最后一个是 血脂的穴位 在哪里 最常用的 大家都知道 竹山里 竹山里 这边 竹山里 还有一个学位 实际上大家可能不大清楚 叫风龙 嗯 风龙呢 中医来说呢 是一个画痰的药区 嗯 画痰 中医说痰是什么 痰就是施酌 血脂高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施酌 所以呢 可以取个风龙去 竹山里 在我外戏眼下 一个手的距离 在骨头外一寸 哦 那么竹山里 在下面呢 三寸呢 嗯 我们也是有个学位 叫上聚虚 再下面三寸呢 叫下聚虚 在八寸的地方 外一寸 叫风龙 啊 风龙血 风龙血 冬天很 刚才说的 很多人高粱 厚胃吃多了 油腻吃多了 胃肠功能不好 那又这三年 用风龙 它可以帮助你消化 帮助消化 帮助消道 那也就是起到 减肥的作用了 对 减肥这是必用品 这有一个人 必须好好学一学啊 说你呢 他就来那些说你 他就要学 应该是我要学 我要学 竹山里 风龙 两个学位 不仅可以辅助降血脂 竟还可以达到 减肥的效果呢 这对于贪吃 又怕长周的美眉们来说 绝对是冬日里 最大的福利哦 三寸我经常爱 每天都爱 因为我是那个 就是水肿型体质 早上就小腿 就这么细 然后就很细 特别细 然后晚上就这么多 然后就肿在里面 不得了 那秤分量 你是早上秤还是晚上秤 像他有50斤吧我想 对 你早上有50斤吧 但是减肥 我就特别想试一下 因为我经常会按这条线 我觉得不算这样 这是胆筋 那我们今天就要胃筋 胃筋的竹山里 竹山里在这儿啊对吧 竹山里在这里啊 一直按错了你 乐乐 竹山里不在哪儿 这个是肿山里 还有一个丰龙 丰龙呢 这个是三寸 六寸 对吧 九寸 九寸 上来一点 八寸 大概在这里 这两个穴位 对 这两个我都没按到 经常按就会减肥 对 好 谢谢 谢谢乐乐 谢谢 谢谢 刚才讲了那么多 我终于知道了 冬天穴位的按摩 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 同时呢 腹肤治疗三个高 太神奇了 不止这点啊 我们穴位 还有很多作用呢 是啥 静谷 静谷 九寸学位 静谷余副的 鼓血 鼓洋气的学位 那一个 試試看 冬季静谷大作战 即将上演 广告混沌 马上回来 参与微博互动 迎娶健康大奖 混注通胞卫视 X选所 新浪混合微博 本期问题 今期最后 沈教授推荐的 要学同源 静谷的学位 有哪些呢 在精彩帖中回复答案 并转发3位好友 我们将在答对的观众中 随机抽取10位 获得价值208元的 有机收获 你何一天进步 怎么进步法 我到冬天 会去广东那边住 所以学了很多煲汤 然后我会 给我妈妈和老爸 他们煲这个 虫草老牙汤 然后也会在冬天 吃100天的海参 每天吃一条 一百条海参 有三个月 就是吃100天 一天吃一条 你看 人生说 麻辣火锅 哪有养生作用啊 绝对有 我跟你说 我感冒了 还有个绝章 我刚没说 就是去吃火锅 一生饭就好了 我会在冬天 适当的每天 抿个一两口的 传统的药酒 嘉宾都很聪明 都讲究食补 它不用药 我个人呢 除了推荐食料以外 更推荐大家 用点穴味的食料 穴味 很多穴味 也一样能够起到 对 补养的作用 多好呢 是 在说穴味之前啊 在我心目当中 有一味 对于养生呢 有自己的一套 乐乐 说到补我就特别激动 因为我是特别爱 做这种自补汤的人 那我刚才呢 我就听两位老师说 他们都吃海参啊 或者煲汤的这个补品 但是你说也没带来啊 对吧 对 然后我想那不能让老师带 我带了 有四个花汤 四花汤 有四朵花在里头 所有来源 我们一起来尝尝好不好 好 四花汤是什么 来 四花汤是什么 帮你一起来看 四花哪四花 这鸡就是一花啊 这是绿色的 这个绿绿的是什么 绿绿的是葱 葱 第二花是花菇 花菇呢 就提鲜味的 而且花菇它里面本身 它这个胶质也有的 还有这个呢 就是一朵大花了 这是什么 大王花 灰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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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菌菇 这个灰树花有抗癌的故障 这是经过认证的 第三花 第四花 第四花 就是 是花椒 在这儿呢 不是你们四川的花椒啊 有那个花椒 很多 很多椒原蛋白的花椒 鱼椒 碳椒 碳椒 这四花汤 味道怎么样 得喝起来 好喝吗 好喝吗 味道嘴里是那种 那个润润的滑滑的 真的马上你就感觉到 有那种 有劲了 非常好 淡淡的 而且非常香 感到一种鲜香 鲜香 鲜香 割下去以后啊 感觉浑身就开始发暖 那么快的作用 真的暖了 有一点出汗的 微微的出汗的感觉 沈教授 输啦 我们平时除了吃鸡汤以外 我是推荐大家 用绿色的不用口服 也能达到进步的目的 怎么样 我用学位进步 又省钱了 实际上我们不同的学位 它的性效都不一样 比方说补血 那补血吃了 除了我们吃吃鸡汤 用食材补用药补以外 我教大家还可以用学位补 哪个学位 用的最多的是一个 本期问题 节目最后沈教授推荐的 要学同源 进步的学位有哪些呢 在精彩帖中回复答案 并转发爱三位好友 我们将在答对的观众中 随机抽取十位 获得 尤其是女婿 最多的是一个 是雪海 雪海 雪海的名字就是 雪海 雪海 在哪里 在腿上 它既有生血 也有活血的作用 在什么地方 在宾谷的 内侧科的上缘 两次的地方 咱们一起找一找 她有感觉 她有感觉 对 她专门能够调离血 补血 补血 离血 第二个呢 你们肯定知道 叫三阴椒 三阴椒 三阴椒在腿上 内怀上三寸 三寸 三阴椒 好香啊 三阴椒对女性特别 对女性 补血 补血 这比较好 今天吃鸡汤 要补以正气 补气气 有一个学位 官员 听到过吗 官员 又叫丹田 股脊椒 在股脊椒下三寸 股脊椒下三寸 股脊椒 四指 经常做做按摩 按摩 这个就等于吃高 冬天 补阳气的学位 要学吧 哪一个 在腰部啊 我们有两个学位 命门和圣疏 命门圣疏 命门圣疏呢 这个学位呢 在第二腰椎 实际上在腰部两侧 那么你怎么去做呢 把手搓热 搓热 负在这上面 负在腰部 对 古代专门有一个方法 专门是健胜用 补肾用 对 所以就是要把它搓热 胜热了 你阳气就足了 胜阳足了 你一身体病就补肌了 拼了 拼了 喝一碗鸡汤拼了 拼了 我用多了 你四个 我六个 好 我给教授增加一个技方法 好吧 怎么才能技术呢 连起来 对吧 竹山你不是吃老母鸡吗 先吃一只老母鸡 揉揉肚子 保命啊 保命 老母鸡还是要吃吃的 对 这位呢也要安安的 对 两个呢 都不可偏废的 好 参与微博互动 要学同源 进补的学位有哪些呢 在精彩体中回复答案 并转发爱三位好友 我们将在答对的观众中 随机抽取十位 获得价值208元的 有机收获密合 我们节目当中啊 我觉得真的做到了三个字 不花钱 而且呢 从沈教授那儿 我还学到了一句很好的话 绿色环保的保健方法 是点学法 对吧 找对的学位 又进补又愈法 也缓解我们身体的一线疾病 对吧 看X组组 身体越来越健康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节目 谢谢